好 即便我们刚刚提到的病毒基因定序是一样的 但是不保证已经知道感染源了 尤其是这两个茶室小姐确诊的案例 虽然说现场都有立即消毒 只不过民众还是非常的担心 生意根本就一落千丈 有店家干脆休息两天都不做生意 而昨天晚间呢 在警方这里呢 也去调了这个旁边 另外一个茶室的监视器 要再来厘清客人的接触史 只不过由于茶室文化是这样的 大部分都是公台制 而且人手不够 大家会互相支援 也没有实联制 所以到底确诊小姐接触过多少人 疫调上面恐怕很有困难 在昨天传出有两名茶室小姐确诊之后 昨天晚上呢 整个茶室一条街市生意一落千丈 最有店家是干脆休息两天 站不营业 爆出确诊的万华宏达茶室 一条街冷冷清清 就算有消毒客人依旧不敢上门 一半大家都不开门 要登记名字很困难 十二号下午环保局就针对茶室进行消毒 甚至横跨到龙山寺地区 因为生活全相近 到了傍晚警方更是全副武装 雨衣手套都戴好 来到茶室调监视器 把整个主机带回 就是要来厘清到底有多少客人上门 但是茶室没有食联制 这只是亡羊补牢 以茶室的消费模式 通常是小姐轮流转台 各待十五分钟 接触过的人恐怕相当多 再加上茶室文化 只要碰上客人人多 人手不足 不同店也会互相支援 一条更添难度 再加上光在万华 茶室就超过了一百六十家 以每家十人来算 一调恐破千人 调来的监视器 也只派得到进出对象 没办法厘清身份 恐怕只能用交通工具来 以车追人 或是地区查访 难度都相当的高 现在万华当地 也已经人人自为 华时新闻 持有您张玉文 台北报道